今天天气真的很棒 很适合去拍节目 有留意我的朋友应该发现 我在微博上面分享我的茶餐厅爱好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茶餐厅指南 我作为一个茶餐厅的KOL 我觉得我这跑座是坐稳 因为你上到北京上海 难道整个大湾区 包括海南岛在内呢 真的没有任何个人 因为我的茶餐厅只能来采雷 所以这东西真的很好使 但好使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朋友就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就说我想吃餐厅 你要介绍一下给我 但你们要知道 其实这东西收集是需要时间的 不可能这么全的就不行 真的就等一下 那今天我就以呼声最高的佛山为例 我们做一个叫做佛山好行之力 这个名字听着就觉得特别的爽 对吧 那今天我们来到什么地方呢 今天你看得到这就是一个 佛山很典型的一个老小区 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呢 就找我的一个很本土的特产朋友 这里就是他办公室 走到这里就觉得特别的不一样 对吧 哈喽 哈喽 来 这就是我朋友阿鸣了哈 其实你看他的造型就好行了对吧 然后今天不只说人好行 车也好行 鱼鱼怎么说 嗯 猴眼 对吧 就这一台就是浩尹的锐混动了 所以这两个都是符合主题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今天主题上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呢 就是他的工作室 你就告诉大家你是做什么的吧 我的职业是一名实力设计师 这里是我跟同事一起工作的地方 也是我们一起做的小办公地点 然后很舒服的 对 所以这个空间又好行 他的职业又好行 待会呢我再跟你去 去做点小功课 去偷试学一下这个室内设计的东西 那今天呢 我们为什么要选你的车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佛山的路况你都懂啊 比较堵车嘛 佛山的路况 所以我们就选一款混合动力来开 对 反正省油 但这个油费我就不会给你了 嗯 对 那我走了 咱们去吃饭了 今天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会怪你啊 这个佛山特产 好的好的 我来开车吧 今天当时为什么会想着买 浩颖这台车呢 呃 是因为第一趟 你现在看到了 空间会比较大了 因为我是做设计的嘛 啊 然后要经常跟同事还有客户去选材料 然后有时候还要拉材料到项目地点 所以需要的空间使用率会比较大 对 本田是比较擅长去做空间这件事情 对 当时候试驾的时候呢 动力给到我的感觉是比较爽 对对对 其实这个混动我觉得真的很爽 当时去山亚去试新澳特赛的时候 我也觉得 就这一套动力会让喜欢开车的人都满意了 对吧 因为开本田的车就是这种感觉 就一点就去 那种感觉 就很轻盈 其实你平时吃什么比较多 吃饭 就点菜的那种 啊 对 点菜的那种 或者吃面也 也比较多 因为佛山平时吃早餐是什么 跟你广州也差不多 就是长粉 你真天天吃长粉吗 我可以的 我天天吃长粉 云吞麵 粥啊 云吞麵啊 其实大同小一般 那还是佛山人比较靠谱啊 我平时吃麦当劳 我没办法啊 哈哈 所以这一次呢 还算是跟了一个比较 靠谱的本地特产去找吃的 我希望第一家餐餐厅OK的 嗯 我发现这个餐牌呢 其实品类不是特别多 主要就是蝶头饭 然后后面是面啊 小吃啊 西多这些东西 就能选的不太过 但实际上这一家店呢 其实它的份量 我觉得是OK的 所以我没敢点 我就点个蝶头饭 给他们 大家看一下 到底这里的菜色是怎么样 这就是个街头库 可能门面会比较小啊 然后平时经过也不太好发现 对 但实际上 停车也不好听 嗯 这里面的东西反倒是 比我想象的要好吃 然后分量很大 你刚才问我是不是 特别做的一个特质分量 其实没有的 其实每个客户都一样 对 我要看到都差不多 那这里呢 首先第一件是可以满足 你喝的 这个喝的够大杯 然后呢 吃的要够大份 就是我觉得以前餐厅 就是一定要必备这些东西 这一个呢 我本来觉得 就一个炸猪排 其实不太炸的好的 因为很容易 会把里面炸的很柴 然后吃的时候呢 就觉得很难吃 但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看得很脆 这个值得试一下 还有他们的那个海南鸡饭 我刚偷吃了一下 我们摄像的那一个 对 我也偷吃 是挺怕的 那个鸡跟那个皮 挺爽 其实我始终觉得餐厅 不是说吃 它这个装修 什么的 一定要吃味道 味道好吃 我觉得才是正宗的餐厅 而且不应该太贵 其实装修也重要 我觉得吃味比较重要 都重要吧 因为装修也挺港贵的 哇 好贵 这一顿吃的真的是超饱的 我没想到那份量有那么大 我一般吃餐厅 就是可能我是会喝完一整杯冻灵茶 然后可能还再叫一杯的 但在这里我没办法 30多块可以把你吃兔 真的 兔是宝兔啊 是宝兔 我不好意思 待会店家怎么这样子呢 是不是宝兔真的很强 对 我每次来佛山我就发现 只要是上下半高峰 然后它在海拔路啊 话说在长城内里面啊 那种路是完全可以堵死的 是不是这个原因你才买这台号运 是因为它一堵的时候 你之前会看着那个油号就慢慢上来 油表就这样就下来 对 你那个油箱就没油了 对啊 其实买混动车型 我觉得是有一部分原因 应该是你一想买电动车 但你又觉得那电动车 你又不方便充电 有那个焦虑 混动我觉得是目前最好过渡的一个选择 就跟我之前的本田也差不多 那真的很难想象一台这么大的SUV 它能做的就跟一台飞度差不多的一个油 而且在堵车哦 对啊就是在堵车 可能堵车的时候飞度还高一点 因为它低速的时候是在用电嘛 嗯对没错 然后我们现在是去下午茶的地方 不用再吃喝就OK了是吧 对 喝得下的 你喝咖啡吧 就提一下什么 OK 因为你选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上来之前你会看到很多那种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 然后你能挑的饮品又比较特别 最关键这个楼顶最爽 真的坐在这里这么开货 你就找什么星巴克都没有这种感觉 对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车子停在下面 对你又可以看到和对面那么安逸的生活 也是一种很放松的心情 然后我选择这台车子呢 它第一是混合动力嘛 嗯 它给到你在车里的感觉是跟油车不一样的是它的安静 嗯对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安静啦 有些人喜欢油车是喜欢听它的声音 有些人喜欢混合动力车它又觉得它有一种安静的状态 对可以让你更放松就好像我们现在放松了点 所以我追求的是它汽车给到我那种放松啊舒适啊那种感觉 我现在也是开了一千多公里 我只是加了两次油 嗯 我觉得这个车没有买错 那我们下一站去拿 都天黑了 肯定要晚餐了 刚刚中午这个下午茶 我等一下会带你吃一下本地的更好吃的东西 那我现在不说 带到你过去带给你看 本地更好吃的佛山的东西 你们猜 其实我这一次找你拍节目是有点私心的 嗯什么私心呢 其实因为我做公司的时候呢 我是想把下面做的很有那种文化的感觉 但到最后呢 我就发现所有东西就是我堆在那里 让你自己慢慢去发掘去看 我就始终觉得你装修直接找了装修公司 其实是一件挺废的事情就是没有设计感 如果就看你是怎样一个情况嘛 如果你是一个想省预算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找装修公司 把你的想法跟装修公司说就可以了 哦当时就这样哦 对那就很省钱 但是如果你要找纯设计公司呢 它会给到你的是空间布局还有东线啊 就帮你规划的会更好一点 就起码看起来会好看很多啊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弄的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弄 它就帮我去把这东西都办出来 但是有没有设计感就两回事了 对 所以其实设计公司是可以帮我们去想到 未来我们用得到的空间 可能要多大再给我们去归出那些收纳的空间啊 是这个逻辑吧 没错没错 所以我花了钱做设计的话 应该会没有想象中乱的那么快 肯定没有的 它会帮你布置好怎样去使用这个空间 嗯 那我们这一站去哪里吃 我们去吃个地道小吃吧 其实我觉得就广东里面呢 街头小吃是最爽的 你看街街多开心 啊 进去 哈哈哈 这个花台飞到无语 OK 对 以前小时候我最喜欢就读书的时候 就手里有几块钱 然后你就去买一瓶可乐 然后呢 一两串 对一两串 你就觉得特别珍贵 那个味道特别好 你现在吃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感觉 对我现在你看我们在路边吃嘛 也有那个蒲公英 对啊 以前都是这样子 小时候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你越去商场去吃牛杂我觉得那完全不正常 对吧 因为这些是就是肉市民嘛 对 肉市民啊你好有文采啊突然间 就是看起来破破烂烂的然后吃起来就是味道 特别低道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找吃的一定要知道找一个隆隆喇喇的地方 我现在现在突然间吃这种街头小时候就好像 变成美食主播了对 对不是每次主播是回到儿童的时候 对也是儿童的时候 对也是儿童的时候 看你在后夜 不然你这样觉得今天都独根虚了 好酱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佛山好行之旅是成功的 首先我们是有一台好行的作家 浩云的热粉冬啊 然后我们也有博山本土好行的设计师 我们的安明啊 对吧 谢谢 还有我们今天找了很多好行的美食茶餐厅啊 咖啡店啊 牛杂都好吃啊 对吃到现在也饱饱的 所以你知道做一个美食播主有多难啊 很难很难 所以现在要感觉肚子特别大的人才能做美食播主 因为可以吃更多的东西来帮餐厅来说 那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美食播主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茶餐厅给我的 不不不不 那我觉得今天主题对了 我就一切都对了 肚子这个东西不用紧了 那如果以后大家还有什么需求 说想要看一下哪个地方的餐餐厅 你是可以私信给我 然后我再去探探店 我觉得OK了 我再会给你们发上去 当然踩雷 也会告诉你们 你们就不要再去踩雷了 我们抵制一切 不地道不好吃的网红店 好吃 好吧 下次不要攻击我的肚子 我不会了 那下次我们再见了 今天佛山好幸之旅成功 拜训